POP抢先报 不是太好 台湾的状况是不是这样 不知道 但是台湾 这个我们的政界 特别喜欢用法律人 我们的总统 也很多都是法律人 而且都是 都是跪校出来的法律人 都是台大出来的法律人 所以这期这个星星晚 就谈到这个 总统的这样的一个 法律轻卫队 蓝的绿的都谈 对啊 因为这个 阿扁总统 马总统 是啊 他们本身都有官司 是啊 那另外当然还有 包括像现在这个蔡总统 所任用的那些人里头 感觉起来像这个顾律熊 也是律师 所以这期的这个新新闻 特别就来揭秘说 后面故事 现在到底是 哪些的这个法律事务所 正夯 正当红呢 对我们现在联系的是新新闻的副社长 陈东好 哈喽东好 哈喽东好 你好 又和事实人大家好 是 这种话题都敢谈啊 你是法律人你也敢碰啊 有一天都在跑法律的 哈哈哈哈 所以嘞 所以呢 其实啊 你不管怎么怎么换蓝绿资证 大概法律人大概是永远 永远会在核心里面啊 你们看我们最近行政院发言人都是法律人 是 那个徐伯勇 小英的是要提名目前我们看到大法官名单 几乎轻易设台大法律系 或者是台大法律系的教授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台大的比重非常轻 大法官被台大法律系垄断了 最近不是又有人对这个大法官的名单有意见吗 是啊 我看到这次政大的比较少 我如果 如果有看错的话 我好像没看到政大 所以这个在学术界会引起一波 一波的争议啊 就是说大家一定会吵成一团 为什么都是台大的 那像马云九总统的时候 台大政大的比例还好 不然他也比较喜欢台大的 但是是喜欢台大政的系的 但是他的法律顾问这一块呢 呃 增大的就还蛮多的 哦哦 那那那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为什么 总是呃 法律人啊 律师啊 呃 呃这些这些容易在一个政府里面 扮演个重要角色 是 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们懂法律 嗯 你知道不懂法律 你在政府部门就走不通 对 那很多事情都不需依靠法律 是 所以 嗯 那这里面啊 最重要的这几年啊 不管是马总统时代 或者是蔡总统时代 嗯 四大律师事务所 大家是人流作壮 来 因为很多的朋友不是念法律的 对法律这个圈子也不熟悉 所以所谓的四大律师事务所 是哪四大 呃 一个 呃 这是我们没有写 因为他最近跟这个 两个政府都比较远一点 呃 可是阿扁的时候还蛮重要的 是这个国际同商 嗯 国际同商还是很重要啊 他的主持律师陈寗玉 陈寗玉到现在为止 还是跟这个 这个呃 至少我知道的 跟陈丰也还是很好啊 是 但是比较上 他现在输给常在 啊 常在法律师务所 陈寗玉的关系会输给常在 对 因为常在现在的主持人 呃 主持人是呃 林修琴 林寗玉师 他的先生是以前阿扁任命过的 一个大法官叫林子怡 哦林子怡 知道 嗯 那那个那个 马英九同总时代 不要讲 大家马上想到 李律 嗯 陈将为 嗯 然后他的 首席 最后 那时候首席用的律师 就是宋耀明 嗯 李律 那 那像 呃 现在 呃 蔡小英时代 小英总统时代 就是 常在的崛起 嗯 但是 马总统跟蔡总统的double 嗯 都用到了 双方交接 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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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国嘛 对 那万国非常有趣 是 呃 国民党现在 因恨得洋洋的 那个顾立雄 顾律师 嗯 万国的 嗯 然后赵峰 赵峰的那个 对话小组里面 行政院的这边呢 呃 陈传玥 陈律师 万国的 哦 万国的 嗯 然后 然后那个 呃 范光全 赖浩敏 都是万国 万国的 赖浩敏前的司法院院长 对 而且赖浩敏还是万国的创所所长 嗯 那像赖浩敏是马云九总统任命的司法院院长 对 嗯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哦 万国 诶 算是蓝绿同吃 真的耶 然后这一次对小英影响他那个政务 呃 司法院政务院长撤回的一个因素之一 就是 施改慧 嗯 施改慧 因为施改慧 他的大佬就是陈传玥 哦 那 那像那个林勇宋他们 像陈埃他们都是万国啊 嗯 他还在万国啊 嗯 像赖浩敏 范光全 因为那个时候都要辅工职 所以都退出来 嗯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哦 呃 律师事务所 嗯 律师事务所 这四大律师事务所 呃 其实在不管是哪一 谁在当总统 嗯 他们都有角色 嗯 那陈寗玥他们那个国际通知商 这一段时间算是 就比较输给常灾 嗯 所以我们这次讲的主要是三个 嗯 就是万国礼律跟常灾 嗯 那为什么没有写陈运的万国同商 那个国际同商 是啊 一个唯一的关键就是 他没有进到总统府 他就在阿扁的初期有 哦 阿扁的后期都是孤立雄 哦 中后期以后都是孤立雄 嗯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哦 从不管是帮总统当律师 或者甚至像小英就跟直接了 嗯 最近国安会资讯委员林洋荣 嗯 就是从常灾拉出来的 哦 那你知道这个损失有多大哦 嗯 嗯 嗯 你当一个国安会咨询委员 大概就是十五六万吧 十几万 哦 十五六万吧 薪水 可能比次长稍微再好一点点 嗯 嗯 那那那那但是一个律师他的收入 呃 像你娘说他们这样子 一年不要不要不能用几百万去形容他 嗯 哦 他搞不好缴的税金 哦 就是几百万 就几百万哦 对有可能 哦 税金可能就几百万 嗯 那那当然他们会这样弄 当然有些原因啦 一个是信任 一个是 律师其实在在处理事情上是比较好用的 嗯 是 嗯 当年 当年 永和记不记得 当年这个电子新贵没有崛起的时候 陈昌文还残联过好几次的全台 全中华民国缴税第一名 对 他是缴税第一名 对 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要来谈谈 那这个除了国际通商之外 包括理律常在万国 这三大事务所金字招牌法律界当中的 对 其实他们背后 也有很多故事可以 哦 嗯 待会请东豪告诉大家 好的 POP抢先报 11点42分 欢迎回到九一七在一起 POP Radio 台北流行 广播一台POP抢先报 我是郑诗诚 我是汪永和 在线上接受访问是新新闻的副社长陈东好 谈论这一期新新闻的封面故事啊 就是这个法律亲卫队 指的是总统府的法律亲卫队 所以是现在 现在三大法律是律师事务所 用和我们前一阵子才谈到交通帮 嗯 现在是律师事务所邦 嗯 这里头就包括了这个万国邦 嗯 新新闻的说法是说 现在最行的是万国邦 然后就是常在邦 也在乘势起飞当中 哎 其实还包括了另外一个 刚刚提到李律 这些律师事务所 他们其实应该都 当然他们都非常的 就说在这个业界是非常有名 可是难免会有一些特别专精的领域 对不对 所以他们各自打过哪些大案子 像其实三大律师事务所 全部都跟跨国的这个非送事务 比如说合并 订购案 哦 那共同的 嗯 那 其实你说他们 他们专精领域其实都一样 嗯 他们无所不包 嗯 为什么讲到无所不包 对啊 有名气了 大家觉得你们一定什么案子都会吧 对不对 我简单讲 光一个李律事务所 嗯 两百个律师 哇 你有两百个律师的事务 你什么案子都报到了 嗯 那我举一个最简单来讲 因为不要以为蔡英文时代李律就没有角色 嗯 哦 我这个先卖个官子后面讲 嗯 像李律来讲 他们 像李律万国 李律万国跟常在这几年一个特色 很多的法官和检察官不想当司法官之后 都会优先进到这些律师事务所 哦 那律师事务所也愿意用这些人 为什么 第一个 他的吃力看起来好看 对 曾经担任过检察官 我的律师曾经当过法官 对 先吃一个定心丸 对啊 吃一个定心丸 嗯 那这些检察官跟法官 为什么要先到大律师事务所呢 嗯 历练 哦 因为他们以前的偏重都是刑事案件 是 或者民事案件 嗯 那你到律师事务所去 像大型律师事务所 第一个他看他团队管理 嗯 然后呢 呃 学习那个模式 嗯 所以很多人就先进到三大律师所 四大律师事务所 再出来再自己开业 哦 比如像说 呃 大家可能比较 呃 不晓得熟不熟悉 有一个夜见庭律师 嗯 嗯 他就先他就也是先到万国 然后再出来自己开业 嗯 嗯 啊 那他后来几个金控的案子都 你都看得到呃 呃 夜见庭 嗯 你看那这样就资历很漂亮了 嗯 我又是当过法官 我又在万国待过 嗯 对不对 出来当然大家会想 比较会比较信念 对对 嗯 嗯 那 我这样再讲说 像呃 所以从 因为他们都有 他们都是属于国际连锁律事务所的一环 嗯 嗯 那所以他们还有国际业务 嗯 那像呃 比如马英九时代最红的律师 就是宋耀明 是 嗯 因为帮马英九打官司啊 嗯 可是你要知道 宋耀明也帮过蔡英文打官司 哦 蔡英文啊 在2008的时候 他也有个特别费案 行政院副院长的 哦 他的委任律师啊 就是宋耀明吗 就是宋耀明 哦 所以难怪你说李律跟这个蔡晓英总统也有关系 就是指这一点吗 对 嗯 而且呢 呃 宋耀明跟 因为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啊 他选修过蔡英文的课 哦 所以他们还有点私生关系 私生之仪耶 哦 哦 因为小英当教授 当回来 他拿到博士回来台湾的时候就是副教授嘛 嗯 那他又那个时候后来后期 呃 在教授的后期又加入了那个国贸局的WTO小组 嗯 宋耀明也是那个小组的 哦 法律顾问 哦 他的法务部派去这个国贸局的 所以渊源很深 是 我那么讲啊 如果你认为这个李律啊 是马英九的专属 嗯 可以 可是李律里面有没有蔡英文很熟的朋友 嗯 也有 嗯 而且他也是跨蔡英文跟这个马英九 嗯 嗯 那这就是宋耀明 嗯 那这些历史术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很贵 哦 那么讲 因为这几年大家看到会看到很多事发案件啊 对 你知道吗 这四大律师事务所啊 赚翻了 嗯 这四大律师所每年的缴税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嗯 人家不是开玩笑吗 说跟律师讲话 律师说 等一下 我先把沙漏倒过来 先开始计时 对不对 这当然是开玩笑 但是很多人的确是有谈话费 终点费 他大律师随便帮你写个术状就是万字起跳 嗯 嗯 我给你几个例子哈 嗯 一个曾经呆过四大律师事务所 后来独立开业 嗯 他一张状子七万块 哈哈 嗯 这叫一字千金啊 而且他一张状子 如果他熟练的话 大概一下就写完了 嗯 嗯 一张状子七万块 嗯 然后呢 还要还要算他的时间 嗯 是啊 但是一般来讲 他们一个像这样子等级的哈 呃 不要说是合伙律师了 嗯哼 一个小时八千块 嗯 而且我给你讲 他们最喜欢打的其实是民事官司 嗯 有时候民事官司可以抽童仔 呵呵呵 抽佣啊 比如说我给你打遗产官司 或打这些继承官司 对 这有趴数的 你这一亿我可能拿个一两千万 对不对 那个那个才快 但是诟病更大呀 对啊 对啊 所以说这个都是 都是美感 都是钱嘛 其实你们看到只是他们 希望自己能够更有名的方式 帮有钱 帮大人物打官司 只是让自己的知名度更高 嗯哼 对不对 对 不是从中谋利啦 对不对 不能说不是从中谋利啦 就是说 很贵 这些律师事务所 他们也会规定啦 嗯 就是你要有社会服务 哦 所以要打 但是一般讲 你要让他遇到他社会服务 因为他人数有限 是 所以一般你大概 越不容易遇到 哦哼 要排很久 所以我刚才讲到说 像那个常在的林洋荣 嗯 他要放弃常在的律师 去国安会 工作到国安会去 嗯 那个损失真的就很大 嗯哼 那个比林权 这个 不当那个 读懂 读懂 嗯哼 那觉得差距非常大的 嗯 那但是 不管怎么讲 就是你 以我们的现在 政府的运作方式 嗯哼 不管谁当总统 嗯 他身边一定会有一大批的 法律 顾囊 呃 智囊 或者一些法律的顾问 或者是 一些 从法律界里面 找人出来 当他的执行者 嗯哼 这是永远跑不掉的 嗯 而且这个现象 你在美国也看得到 在美国政界 很多都是律师转 呃 转业 或者律师转到政治这个行业 嗯 不管是去选 参中议员 或者是说 呃 进入到他的白宫 或者是 他的相关政府部门 嗯 就是律师是 最快的一个 是 角色 是 我想请问 那除了理律之外 万国跟常在 他们打了什么大案子 可以让这个听众更了解 呃 常在 简单讲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嗯 大家记不记得翁启会 哦 记得啊 翁启会的律师就是常在 哦 就是常在 而且那个 翁启会那一次 呃 走进士林地检署的时候 大家 有时候在外面猜 他还走得出来吗 哦 那三个律师里面 有一位啊 就是 林良荣 哦 哦 所以那时候 翁启会就是 很顺利的走出了地检署 哦 那你 不管 交不交保 有没有限制出境 嗯 你能够走出来 嗯 你至少呼吸 就是新鲜的空气 不容易啊 就要靠律师 被告 嗯 再说 嗯 不能出境 再说 嗯 所以你就 你看出来说 像翁启会 他有能力找常在 而且他是常在 主持律师之一 陈燕熙 呃 陈燕熙呢 呃 他是 司法官 他们那一期 里面 他是第一名毕业的 嗯 然后在法院 当过法官 当过庭长 嗯 然后 像他带的 那个团队里面 帮这个 帮这个 呃 翁启会 就是有惊无险 到目前为止 后来 翁启会还可以出国 出席一些国际会议 嗯 那这个 他的 他所找到的律师 就扮演了很有用的角色 是 真的 真的 不过 常在这次 呃 遇到比较硬的 刚也到 嗯 翁启会 目前的状况 看来就我们看到的资料 看来状况是不太好 不过 不对常在来讲 那就因为 律师收费是这样子 嗯 警察官侦查阶段 收费一次 对 进入到 侦查庭的时候 另外计算再收费一次 对 所以呢 翁启会就要当 上台同志 真的 真的 可是我跟你讲 其实你找好律师 很重要 我举个例子 我以前 有个同业被指控 切到就找个 很烂的律师 嗯 侦查庭 完了以后 花了也不少钱 就被起诉了 嗯 然后到了 第一庭 他又找到一个律师 后来 后来因为那个 后来发现那个 那个律师跟那个 法官是学长 学姐学妹的关系 当然这个不是 因为这样的关系啊 就是说 发现说 他会比较会打官司 可能他还是法官 就就过了 所以有时候 真的律师好不好很重要 差很多 差很多 真的 就是学生讲 好的律师带你上天堂 差的律师会带你下地狱 怎么 进牢房啊 下地狱 本来是无罪 后来找到坏律师的枪毙啦 不会啦 哇好 这是常在 那万国呢 万国其实非常多啦 像万国来讲 他其实我们一般来讲说 你所有你想到的案子 万国大概都会有 那万国他比较 因为他又跟这几个律师诉说 又不大一样 因为他是很纯本土的 所以一般刑事案件呢 都会看得到万国的人 那而且万国呢 他其实你要 像一下子马上要准备 打过什么官司 其实万国这几个大佬 这几年是不打官司的 哦 所以他不会像 像比如说 李律 会有这个 民信律师 比如说李念祖啦 现在不是那个顾立雄就是万国啊 不是吗 对 可是顾立雄后来 后来离开了 那 而且顾立雄 因为后期 因为都是 都是帮他扁嘛 嗯哼 那所以 顾立雄的部分 我先不论了 但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影响力 其实 我不会用这个案件来讲 是民间私改会 啊 对 因为民间私改会的声量 其实是很大的 对 民间私改会强到什么程度 强到被提名大法官 前董事长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黄瑞铭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他可以影响总统的意志 这才了不起 哇 我简单讲 这个马英九时代 他本来 其实我们知道 他最好的朋友之一 是苏永青 嗯哼 那苏永青 本来那时候 在浙江大学 当交换教授 嗯 那后来被叫回来 嗯哼 就是要希望苏永青 出来当司法院院长 嗯哼 可是 万国主导的思考会反对 啊 就反对 就跟你反对 所以马英九直接怎么样 就找了他的创所 这个律师事务所的 创所所长 赖浩敏 嗯哼 出来当这个 这个司法院院长 对 而且 而且 而且东豪 这次谢文定跟林警方 之所以落马 也是万国 司改会 对 万国跟司改会 也是司改会 所以陈仁还出来说 都是你们在搞 嗯哼 对啊 那 那 史永青就变成了 司法院副院长 嗯哼 那你 你再回过来看 这个过去来讲 阿比 阿比那个时候 后期任命的 司法院 中期任命的 司法院秘书长 也是万国 范光群 嗯哼 范光群 所以你看到万国 其实在 在这个业界里面 像范光群 他们这些律师 老律师 就后来是不打官司的 嗯哼 他下面的律师 你比较没有像 你看到这种 常常会上电视的 这种律师 嗯哼 那你像顾立雄 顾立雄 后来也是不打官司的 嗯哼 他们大部分都是当主持律师 只有帮你组一个律师团 嗯 那顾立雄 大概阿比那个时候 你比较容易看到他出庭 嗯哼 那这几年 他就已经是正式重振了 对 那你另外 你像 那个 蛮久那时候 所提名的一个大法官 黄红虾 嗯哼 也是万国 嗯哼 也是万国 那黄红虾一般人 就比较会熟悉一点 因为过去他在那个 消费者保护 一些 就是这个 因为他们这些几个律师 所他们都有 所有的社会服务 嗯哼 所以要算实数的 嗯哼 所以你就很容易 看到他们这些人的 影子 嗯哼 的表现 嗯 所以小 而且万国还很有趣 就是说 我刚才讲到 都是马用的人 马用的人 可是事实上 万国跟民进党 关系比较深 因为不管是 现在民进党的 的立委 像苏乔惠啦 蔡玉宇 他们拿到律师 执照的时候 就是先到 万国去实习啊 哦 OK 因为万国 其实他的政治影响力 是最直接 而且 像现在一般检察官 现在看到民进党史改会的人 嗯 都很头痛 嗯哼 因为民进党史改会的人 他就是律师嘛 嗯哼 那你只要表现的稍微 不好 啊 或者被人家抓到小辫子 嗯哼 司法官评件里面 或者就反映上去了 嗯哼 那他们就 他们有个网站 就会就会就会 他虽然没有写他的名字啦 嗯哼 但法院里面开庭的时候 或者地检署开庭的时候 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你就上去了 了解 所以那个影响力 对于司法官压力来讲 面对到万国 嗯 其实压力很大 因为万国很多人都在做 民进党史改会的事 是啊是啊是啊 好 所以这是这期新新闻的封面故事 告诉大家 总统的法律 亲为对 好我们非常感谢新闻 副事长陈东好 陈东好 谢谢你 东好谢谢 谢谢东好 好等一下广告之后 我们马上回来哟